来 父亲 丽清回来了吧 你说谁 我怎么觉着他好像回来了 丽清又怎么了 扔下部队 失踪了 二十报告给了东县指挥部 我得替他擦屁股 要不是看到我的面子 早被通缉了 校长嫡许中的少校营长 公然违抗清党 我不管你什么事 这是你老子的家 到别墅找他去吧 别在家给我惹事 不对啊 父亲 怎么不对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我着什么急啊 去吧 去吧 就清你的党去吧 父亲 您就看着您的小儿子 如丧家之犬 亡命天涯 这时候咱得拉他一把 咱得拉他一把呀 没那么悬吧 我比你更了解我的儿子 停客 停客 咱家门口怎么停了警车呀 警车怎么了 他有没有开到我书房里去 梁灵卿 久我点了 你拯栅 大家拯栅 你好 杨残宝 他为什么在这儿 我在问你那父亲 我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了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人是自己的儿子 我在你的眼里 无非是一只六亲不认的疯狗 一个拿了别人的血 来染护自己顶子的无耻之徒 一个靠崇美他人 来获须奖赏的掩饰家 你惊怪我了父亲 我和菊先生是黄埔的同事 直到现在 我还对他的才华人品 都抱有深深的敬重 也许你可能不知道 东征的时候 在攻打汇州城的前夜 我们有一场谈话 我们谈到了梨花 谈到了圣死 父亲 您放心 我不会伤害菊先生一根好毛 但是 他不能在这里就留下去 他的通缉令 填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车站码头 再租近 英法寻谱几乎各个制造他的体貌特征 不 群天 不 群天 对你的悬赏是无腕大摇 今次与周恩来 我这么跟您说吧 他是中共的重要成员 万一他在家里出了事 您担不了这个责任 如果您还当我是您的儿子 您把他交给我 我保证把他送到 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丽人 你该又不是耍什么鬼话招吧 我告诉你 你休想把他带走 除非从老子的尸体上踏过去 你误会我了 我是在帮助你们 在这个家里 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只有我 丁河 你就相信丽人吧 我 那是你儿子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你真的想帮我这个大共产党 齐先生 上海租迹正在搜捕所有的通缉药贩 这个地方不可救流 你要想去哪儿 告诉我 我送你去 那你就给我弄张去武汉的船票 再送我上船 去武汉 为什么 你说你要帮我 既然是送佛吗 就劳你送到西天 就劳你送到西天 你还是再提放我 而不愿意去你们那些秘密联络店 其实你大可不必 我坚持我的选择 我担心你的身体 死在船上 也比死在监狱里强 那好吧 我答应你 我的朋友 可拉克 我的朋友 屈恩 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到 戴威斯号轮船上 可以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 包在我身上 我闻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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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下次你可以从正门进来 爹 去先生来过吗 糟了 李人陪着他去码头了 完了 怎么完了 完了就是完了 李清 李清 你哥哥信誓旦旦地答应我 要送瞿先生去武汉 就因为他是我哥 我才说完了 你知道他在上海杀了多少共产党员 他答应你的话 你也敢信呢 爹 李清 你们哥俩的事啊 谁对谁错 我管不了 我也不想管 可是啊 知死莫若父 我想他还不至于 不至于 至于就晚了 全是什么人呢 大共产党啊 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混蛋 你喊什么 喊什么你喊 两年不回家 你穿了这么一身老虎皮 回来以后就大喊大叫 还小心起你老子来了 李清少爷 我妹妹吧 来来来来 来来 来让哥哥抱抱 乖乖 乖乖乖乖 从小你就只打我一个人 这次你肯定打错 太医 太医 太医啊 来了 你把我的大医拿来 好好好 天鹤 你干嘛去啊 你说呢 眼见为师 是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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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主任 他是牵的哥马 他病得很重 马上给他配个衣裳 一定要让他活着到南京 是 爹 我已经尽力了 走 就是 走 公路 太医生了 Cort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点 哈哈哈 快点 快快快快 靠近 快快 吴隆 你留下 干什么 没有胜算 以防不操 出什么事儿的 别动 全都别动 不许动 别动 我们奉命带走这个人 你们是什么人 你无权之道 这个人非常危险 得了火乱 这个人是共产党的要犯 我不管他什么党的要犯 我只知道得了火乱 必须把人带走 带走 对不起 除非我们接到 上风杨主任的命令 否则我们半步都不能离开他 离开叫人 这是我们的任务 他得了火乱 你们不害怕我们还害怕 他非常危险 我现在必须把你带走 别动 告诉你是谁 不可能 我出去 你这是谁 我这是什么 请问船长会向忠勇呢 会 请你跟我走一趟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跟我走 马上走 马上走 走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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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立刻把枪放下 我会解决问题的 这是我们大英帝国的船 在我们的领地上 你立刻把这个枪放下 离开这条船 好好好 船长 我现在把枪放下 你来解决问题好吗 我会解决问题 你来解决问题 好 我把枪放下 好吗 go 好 船长 就是这个人得了活乱 非常危险 我们奉命带他离开 这个人是共战党要犯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你们必须立即把他带下船 马上开船 到了南京 我们自然会下船的 船上有几百名旅客 我必须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我只对我们上级的命令负责 船长 你 你的想法 要把我离开 船上的船非常好 如果你 闭门 不许说话 那这样吧 我们必须把病人隔离起来 离开旅客区 这样行吗 那能怎么样 只能这样 听到了吗 马上隔离 让开 隔离 隔离 桃子 我想起来了 后面那个大个子 就是二世的通知犯 杨宇清 若凡 我们接不下去了 他们认错了 别回头 我怀疑 假装不知道 我连累你们了 热闹 你们彻马 不自己来 事已至此 讲这都没用了 还应的 打不了义死亡簿 现在像雨似吧 我们都不行 我把他们硬盖也不行 不用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上个室那点机械劲儿哪儿去了 闭口吧 反正也都不是跑人 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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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 快出来了 乌龙 乌龙 别开枪 乌龙 别开枪 上 隐医 要是留下活草 你们三个今后麻烦就大了 滚动 我最恨这帮狗头 谭伟爷 这次你能来帮刘吗 我没想到 谢谢啊 你别以为我是为了救渠角光才来的 我巴不得你早走呢 你这一走啊 我准生营长 吴蓉 活干的漂亮 吴蓉 你是把好手 吴蓉 你这一步卖得太大了 我无怨无悔 什么都不说了老范 还是那句话 钢刀归钢刀 钢刀归钢刀 你肯屈尊来我第四军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武汉政府就要二次被罚了 武汉政府就要二次被罚了 第四军不日将开往河南前线 与张作霖的凤军作战 兄弟我急需像你这样的匠惨 你敢收留我这个南京政府通缉的共产党要犯 意识形态接近 在同域经历上互相信任 结为盟友死士 所以才能通力合作 战无不胜 二十五师的师长 李汉魂一直跟我抱怨 离开了共产党的帮助 他们的仗不好打了 曲先生 你要是不弃 可以立刻去二十五师 当党代表 行 我愿意前往 那太好了 刘副官 到 你带曲教官 去见唐长官和张司令 是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你先去 我会派我的参谋长 陪你去二十五师宣布任命 请 李青 你把曲恩带来 可是给我出了道大难题啊 你刚才不是说得挺好的吗 你不懂 曲恩这样的共产党 就像拉开了弦的手榴弹 扔出去 能炸张作霖那些王八蛋 可攥在手里 弄得不好就会炸了自己 谁敢用它 那你刚才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明说呢 现在后悔了 那不是因为她是你姐姐的朋友吗 我不能让你姐姐觉得我这个人小肚鸡肠 我得让你姐姐看看 我跟曲恩 孰高孰低 谁是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可惜她远在重阳 她就要回国了 真的吗 那当然是真的 老蒋在上海杀共产党 激怒了共产国际 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国民党籍学员 日子都不好过 老蒋的儿子就在那边的报上 公开与她老子决裂 你姐姐不容易 她没有向左转 而是选择了回国 南京方面为此大做文章 在刚刚改组的监察委员选举中 就特意选你姐姐为妇女委员 有这样的事 你呀哪也别去了 就留在我的司令部特务营 当副营长 营长是张长官的人 五百人 亲一次的手提机关枪 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棒小伙子 莫长官 您做鸡头不做负败 我不想做负败 请送我去作战部队 我不会伺候人 那好 二十五师还全民营长 你就去二十五师吧 让秦恩照看你 他也是你姐姐的朋友 至少 他不会让你当赶死罪队长 准备你们办 我去二十五师 去吧 你说你这人 非要跟我去二十五师 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奇怪啊 你们说的话怎么都一样啊 谁啊 谁还这么说我 教官 您是不是也把我当成拉拉小儿的手头弹啊 扔出去可以炸到别人 钻在手里炸着自己 这话我听说过 说我们共产党的 是从董建昌那儿听说的吧 是吧 反正 反正教官 我绝对不会拖累你嘛 你误会了 你以为我们共产党人都没有怜悯之心啊 李青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 认识一名外科医生 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 他可以给任何人治病 不管有多复杂 可是有一天他的儿子病了 蓝尾炎 最一般的手术 他呢拿不起刀来了 对你李青也一样 你要当我的营长去打仗 我也有同感 那好办啊 徐教官 你就把我当成你麾家的一名共产党员吧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是认真的 如果上次你们没能批准我 到现在 在你们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 我再一次申请加入 没别的 我就是想说你去掉官长的人 我就是想说你去掉官长的人 你别不信 那天你在轮船上救了我 我真没有想到 别再提了 行吗老师 别再提了 老师 找我 中国人 把我拔开 看开 那天 不要再提了 我都知道 你为什么 我拔开 才是 好 我拔开 你不是想测语吗 对须侠 你喜欢不喜欢他 喜欢 那你对他说了吗 没有 说 一定要说 你怎么能不说呢 我今天表个态 你和须侠 我同意 真的 以后你和须侠结婚了 那你就要改改成活 你该怎么成活 叫哥 长官请喝水 长官 我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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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是 丽华 丽华 欢迎回国丽华为援 还一五一十地握手呢 上车吧 不行 我要等党部的代表来接我 我就是中央组织部的代表 你 还上车吧 莫子哥的电报是储财先收拆 他现在在南京和他大户 我们这是去哪里 有两个住处可供你选择 什么意思 一呢 是送户警备司令部 我在那儿一间客房 你可以住那儿 储财的意思是 让你待两天就去南京 去南京 是啊 新该组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就要开会 你应该做点正事了 我看这个位置很适合你 还有一个住处 丽华 该看看咱爹了 你说你们有什么过不去的 爹身体怎么样 好着呢 姐姐 姐姐 不哭不哭 还有一个闻声 都一样吗 是吗 不哭不哭 父系母系都一个种 不哭不哭 能不哭吗 这人就是奶水轻了点 爹 给她起名了没有 还是栗子辈儿吗 叫什么名字 起了起了 刚好是丽丘那天生的 你爹就起名了叫丽丘 小年叫丘丘 小妈妈 小妈妈 真可爱 你这是怎么回事吗 丽华刚刚回国 你行了 你 当着丽华的面 你跟她提什么孩子孩子的 我 你看看丽华那笑 就你当妈的 能生会养是吧 当着丽华的面 那不是好话题 上次丽华回来 受了多大的苦啊 你就记住了 别再提丽卿了 找不痛快 丽卿究竟怎么了 加入共产党了 共产党 在哪儿啊 董建昌的部队领 董建昌 可董建昌不是共产党啊 问题就在这儿 董建昌是什么人 卖花部的出身 招勤牧主 丽华对立社 他卖王精卫的期货 如今现在 您看就要合作了 他转过身来 就向校长治好 可惜晚了 共产党图 已经深入到 他二方面军的内部了 叶厅之第二十四十 鹤龙之第二十军 现在根本就不听 他和张发贵的了 李清在二十五十座营长 你知道 二十五十的党代表是谁吗 谁呀 瞿恩 瞿恩 昨天晚上 我刚刚收到密电 二十五十也考不住了 李清也在共产党的名单上 靠不住是什么意思 贺龙所顾 叶厅所顾 包括局员 任党代表的二十五市 已经在向南昌集结了 很可能 在南昌要有动作 李清也到了南昌吗 肯定搅和进去了 你知道南昌和武汉的政策 是完全一致 就是捉一个杀一个 见两个杀一双 你说 这事要让咱爹知道 怎么了得 都是你那个朋友 曲恩 你 这种人 自己有野心 还要托李清下水 曲恩有野心 没有野心 他共产党干嘛要暴动 参营 快点 击合 击连哥哥走 快走 击合 击合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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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返 一返击合 杨营长 薛妖造反 你劝劝他 别把弟兄们往绝路上带 汉魂市长 我们队已经很优待了 别找不自在 杨营长 局长代表在前面等你 好 如果我 报道 金氏舞团阴营营长杨立青 奉命向你报道 你的人都来了吗 全部到齐 撑向李待命 好 立青 我们盼望依旧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再过几个小时 即八月一日凌晨时分 南城暴动就要开始了 我们对一下表明 现在十一点二十七分零十三秒 一秒不上 好 我问是 是 副司令长官 已经证实共产党昨夜在南昌举行的暴动 反叛部队占领了南昌全城 判局指挥贺龙 叶廷 给您和张司令官联名发来邀请电报 请你们去南昌共上大局 住手 你和张司令官 赵部队占领了南昌全城 你和张司令官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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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停下 不要开枪 别开枪 我是二方面军 董司令长官的传令宾 是杨营长吗 是我 董长官就在专列上 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们 大家都是朋友 当然是朋友 不过我奉命封锁这座铁路桥 未经批准 任何车辆不得通过 那杨营长为何不到专列上 亲自向董长官说明 你们在这儿守着呢 如果遇到一位 立刻扎桥 是 长官 杨营长已经来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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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我 据我所知 您和张司令都在 起义部队的指挥官名单里 当然是长官 还不错 还认我这个长官 那好 现在我命令你 带着你的队伍 随我的特务营一起 去二手师师部 把他们从共产党手里 给我拉回来 这办不到 我奉命在铁路桥社坊 一步步视二度 混账 你杨丽卿妄本 跟共产党走 连我这个老长官都不认了 郑长官 我记得很清楚 是您亲口对我一样 国民党这样走下去 是没有前途 所以我希望 您也别这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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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卿 我告诉你 你姐姐已经回国了 已经前往南京救阵了 你知道吗 你总不至于和你姐姐 势不两力吧 该回头了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请别跟我提我姐姐 我的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我选择 洗了他的枪 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带走了 我不能看着你往一条万劫不复的邪路上走 我就是捆 也得把你捆回去 长官 七十三团赶过来了 震惊 来得正好 我要向他们喊话 去 把车门打开 我要喊话 是 闪开 弟兄们 七十三团的弟兄们 我是董建昌 我和你们大家 示弱唇齿 青铜手足 所以万务你们大家 能够祥神厉害 明辨是非 董长官 快走 快走 董长官 往山里走 往山里走 快走啊 董长官 快 董建昌跑了 可不是狂野 连地图和万语星都都在这 太遗憾了 周恩来听说他来南昌了 特意请他去起医指挥部呢 报告 已经控制了同车的特务营 收获破风 五百支花机关 报告 董建昌的联络官来了 好 请他上来 是 你说你们跑什么跑 我是请董长官进城的 好 谢谢去趟代表的好意 不过 董长官让我带话 请你们把长官的望远镜还给他 什么望远镜 在这呢 此物跟随董长官多年 心安有加 不人舍心 他派我来取回 给他吧 谢了 等等 请转告你们董长官 这望远镜 最多能望个一两里地 我们真心地希望董长官 能望得更远一些 备职一定转大 朱团长 到 通知同车特务营 凡是不愿意留下来的 都可以跟董长官回九江 是 在黑暗与黎明之间 你来不及道别 只留下不舍的泪光 思念到烛光 点燃了星空 银红的灼泪 混落在历史面包 我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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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自由 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 也会在岁月 這個故事 也会在岁月的 场合中 绽放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也和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我们总是热泪惊慌 因为我们的血为祖国流淌 因为我们的血为祖国流淌 为祖国流淌